打人就是不对 不过Makio他一直强调他是忘记了 那么问题是当他就算看到了影带画面 明明自己有踹人 可是他还要这么说 到底是为什么跟他可能会担负的刑责 有任何的关联吗 我们可以来讨论 那么Makio在案发之后对外宣称 他自己其实是吓坏了 手机不见才没报警 可是饭店监视器拍到案发之后 Makio一行人他们搭电梯的时候 不太像是吓坏的样子 因为有说有笑 照片当中Makio戴着墨镜 那么脸上有着笑容 有机龙徽拿了宵夜 三个人还有包括湘瑩 那么一共三个人看起来好像还要帅脱 从他们的表情实在很难看出 他们是饱受惊吓 欧达问奖最新照片 拍摄时间就在晚上11点17分 也就是案发后的几分钟 画面中有机龙徽 Makio和湘瑩三个人一起勾手 进入五星级饭店电梯 被拍得一清二楚 仔细看湘瑩脖子上还围着 事发当时的格子围巾 Makio疑似怕人发现 戴上墨镜 但身上穿的白色大衣 和行车记录器拍到的 一模一样 有机则是从原本的白色衬衫 换成黑色 疑似因为沾到问奖血机 更换衣服 而当时有机手上拿着买来的咖啡宵夜 三个人开心聊天 脸上明显露出笑容 难以想象在他们对问奖 做出如此残忍行为后 竟然还能有说有笑 毫无罪意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接受了 给我接受 谢谢 给我接受了 事发后隔两天 Makio在家属面前痛哭道歉 比对当晚饭店画面判若两人 如今照片曝光 案情逐渐拨云渐日 也再次让社会大众见识到 Makio真实的一面 中文新闻台北综合报道 好大家看 其实当时呢 这个Makio他哭得伤心 可是呢 在昨天 其实他在接受约谈的时候 他其实又在看了一次那个画面 但问题是 他坚持说 他 没有印象打人 来看一下 关键影带曝光 到底谁在公北岔 谁说谎呢 这个Makio还是失忆啊 他坚持是喝茫了 没印象踢人 那当然呢 他后来是改列重伤害罪的被告 回到友记这边 友记昨天 一跪跪了四分钟 那么他也是 这个就在这边呢 道歉 还说什么 他愿意在台湾接受这个 刑责啦 法律的这个制裁啦 他坦诚有踢 继承者司机的头 因为他看到了画面 他就坦诚 他坚称没有看到Makio踹司机 还是强调就是他在动手 鸭子呢 则是嘴硬啊 他否认有看到Makio踢人 然后呢 是以五万元交保 湘赢却改口 他说有看到Makio踢两脚 坦诚有座位证 以三万元交保 那问你说 为什么这个鸭子是五万元 湘赢只有三万呢 这两个人差两万 原因何在 就是因为这个检方认为呢 这鸭子是嘴硬啊 就是使不认座 湘赢不一样 湘赢看起来是比较 诚心的在认错 所以有这样子一个差别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关键的影带 声音档啦 通通都出来了 马帮的成员湘赢呢 跟鸭子两个人态度 是截然不同 我们来做一个比较 戴着黑色粗犯眼镜 皮头散发 9号再度被北剑传唤到案 燕鸭子现身镜头前 却一句话也没开口说 而这个画面在三天前也看过 当时是2月6号 马帮三人组第一次被传唤到案 鸭子同样戴着眼镜 素颜现身 面无表情 说跟着鞠躬说对不起 几乎一句话也没开口 一旁的马Kio做什么就跟着做 从头到尾 一号表情完全看不出来 在想什么 不好意思 对比马帮另一成员湘瑩 泪流满面 镜头前抢着说道歉 鸭子却闷不吭声 冷漠的表情 几乎看不出来有任何回忆 尤其是两人一开始都变成 没有看到马Kio打人 但跟着证据移移出炉 湘瑩改口说 有看到马Kio冲出去 有踢腿动作 但鸭子却依然嘴硬 否认看到马Kio有踢人动作 继续包庇竹子马Kio 最后被检方以他肩部吐食 五万元交保 绝对不要再变了 事实就是事实 一定要讲实话 才能够对这个社会对得起 可以交代 对自己的良心也能交代 就连鸭子妈妈也看不下去 希望女儿诚实面对 鸭子谈护好友马Kio 也让网友骂翻 只她以为是意气 其实很蠢 根本是愚中 关键影片 声音档历历在目 鸭子却睁眼说瞎话 谈护好友却罔顾人情道义 不止广大网友看不下去 连妈妈也无法谅解 中年新闻综合报道 昨天他们后来 在接受约谈之后 三个人再度的现身 我们当然每个人 去看那段画面的时候 可能都会有各自的一些解读 你可能心里面也在揣摩 这三个人到底心中 是在想什么 他们有诚心诚意的悔悟吗 看起来还是湘瑩窟的最惨 这个慢慢 我们看到昨天那段画面了 在对照之前 其实感觉 大家其实就是凭感觉 凭自己的肉眼去观察 然后去揣摩他们到底是怎么想的 你说如果他们是艺人 艺人应该稍微也会演演戏 鸭子也是会演戏 可是他好像连演戏作戏 表现了一副很诚心诚意的 腿雾道歉 那个样子也没有做出来 就是说难道这三个人 都不想再重回演艺圈了吗 其实我们先讲 鸭子跟湘瑩这个部分 一个说湘瑩改口和鸭子嘴硬 其实这几天 包括鸭子 包括湘瑩的母亲都曝光了 那你看鸭子的母亲显然 因为鸭子本身是小康家庭 她本身大学毕业 相对于湘瑩 她的母亲在淡水卖 咸酥鸡这样子东西 摆摊 对 但就是说 其实鸭子她本身的家庭 家庭的那个小康 然后大学毕业 都是比湘瑩高的 但是进入演艺圈之后呢 其实鸭子她并没有 这个方面并不是她的优势 因为鸭子的外形比较普通 她的外形比较 不是我们传统的 这种演艺圈的美女的型 她其实在演艺圈里面 其他非常多的沉浸浮浮浮 即使她模仿陈杏瑜 红了之后 但是她要 还是一个谐心 她要真正作为一个 全方位的艺人 还是有距离 那当然就是跟着马基尔 跟着马基尔 所以马基尔 其实为什么鸭子讲说 其实马基尔是她的再造恩师 因为马基尔 把她重新改造 包括外观的美丽 教她怎么样变成一个美女 所以她到现在 就是还是要挺姐妹到底 非常 因为鸭子在口中里面 马基尔就是她一个主子 如果是马帮的话 她等于对她非常忠心的 因为相对于马基尔 对鸭子的恩惠也很多 不只是外形 带她出去建设社交场合 带她重新让她培养 她所谓的在演艺圈里的自信心 演艺圈自信心 当然可能是外观 或社交这方面 所以鸭子相对于 对跟马基尔的关系 所以当她第一次 如果串供之后 帮马基尔已经说了谎之后 她可能她的 就可能决定要做到底了 做到底之后 她其实不管怎么样 她想马基尔如果都没有改口 没有这样的话 她可能也是用这种口径 对外的 那你说她那天出来 为什么她面无表情 我自己的解读是说 她自己知道 我刚刚讲 她教育程度 家庭都比相应好 可是她自己做的事情 是比较 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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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自己良心谴责 是过不去的 那可能就是一错再错 或者她觉得 她自己要这样硬拗下去 还有一个就是说 这几天当然 她们也会看电视 她们知道媒体 怎么去 去讲她们 她可能 以鸭子来讲 她可能心里的不舒服 或她觉得 她有一些 什么样的状况 她就直接反射在 她的表情上面 如果你们这样攻坚我 或攻击我 你现在来访问我 或怎么样 她根本也许 可能用一个冷漠的表情 对待你 相较之下 你就看出来 其实相应 她是比较 她是可能比较性情 是比较性情 比较忠人 或者怎么样 她看到这种场面 她就一直哭 一直道歉 一直流泪 也会转口供 当然这涉及到 每个人的人格 跟品性的问题 人格品性又涉及到 每个家庭教育 跟生活教育 这有很大的一个牵扯面 是 难道意气会淹没良知吗 那我们其实也要去思考 就是说 三个人用这样子的态度 去面对同一件事情 这个是不是可能也会 有人真的在背后指点 这个涉及到未来 可能担负到的一些 刑责的问题 我不知道辉文 你自己怎么看 难道说 这个诚心悔悟的话 真的就会比较 重新量刑 那但是 可是如果这样的话 那Makeo应该 看了画面之后 也要赶快出来 用非常诚意 悔过的方式去道歉啊 而且不是很多艺人朋友 都在呼吁啊 那他也应该知道 外界的呼声啊 但他好像还是没有这么做 这个案发之后 就有人说 他们已经串供串好了 可是昨天湘营他 等于是改口 那让他比较 三万块交保相对比较轻 那显然串供没串好 不是串好了吗 没有 不是说马邦 邦是什么 邦主有难 两个罗罗就说忘记就好了 所以有没有律师在旁边那种赶快指导啊 因为这个东西其实尾声罪 我的出钱看法是不会成立的 那今天有人有媒体也说 这个搞半天鸭子跟湘营最倒霉 可能要被关 可能也不会被关啦 那刚刚主持人讲到这个 有记跟马凯雅的行责 我同意刘大哥的讲法 一定是普通伤害罪啦 而且如果和解的话 社会告诉的话就没了 那今天问奖 他觉得他愿意原谅他们 我觉得这就是我们台湾人说 我百年有狗嘛 你把我葬到这样 我在便宜多一周 我愿意原谅你啊 可是主持人我必须讲 因为你也一直在follow这个新闻 那之前一直在说 绝对不原谅的那个人到底是谁 所以显然林姓斯基 他在加护病房的时候 是有人在放话嘛 说绝对不原谅他们啊 谁讲的 人家今天就说要原谅了啊 那谁在旁边出这个收主意 要完略 最重要的是说 人一定要好起来 钱要跟人家处理 货带也没有要处理 那事情就完了 那我绝对不原谅 所以我是称赞林斯基 今天他的公法啦 那我最近在你节目中讲说 到底打人钱发生什么事情 我们今天看到这个 这个林先他的共识 他说他绝对没有碰到Makio 不管是胸部也好 肩膀也好 他绝对没有碰到他的身体 所以这部分变得 有一点像是各说各话 到底是会有什么事情 那主持人 我讲一个比较可能会被骂的 但是我觉得还是应该讲 因为我们有很多问奖大哥 每天在 不管台湾各地这样跑来跑去 现在照他的共识说 因为Makio踹我车门 所以我就报警 然后Makio跑去跟友记 讲一堆日文 然后友记就扁他 我们现在看到版本是这样子嘛 这是林大哥的版本 那因为附近不是只有那几支监视器 还有监视器 旁边还有一个药妆店嘛 这个叉叉叉一个药妆店 那你踹车门你是踹 因为有人讲说他踹左边的车门 有人讲他踹右边的车门 那林大哥他的车行的经理 有扣印到友台说因为那时候我在 他讲说不用板筋啦 就是说没扎到大厘了 主持人我们都有车啦 因为那个车是某牌的那个车 你去扎看看 因为友台喜欢模仿嘛 可以叫他们女记者穿那个高跟鞋去 回头看看 还是穿平级鞋去 你怎么扎扎它会冒起来 那我这样讲不是要帮Makio讲话 大家不要误会 我说他们在车上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很抱歉我听了各方版本我现在还是有问号 你要相信司机还是要相信Makio 你的意思就是说他们还是各执一词 对对对而且我真的很好奇说 他在车门是车得很严重的 还是你们还有什么当地 然后你决定要报警 我这样讲的意思说 会不会有些问奖大哥啦 我一个假设会不会问奖大哥 在就喝酒的就很脆 有的司机看到你喝酒都不要上来 怕你会吐 你车得很滴的 你露车露车露车 不付105块不付就算了 赶快下去 你车门没有很严重我就开花了 到底是什么原因 我觉得这部分很抱歉 讲出我自己的看法 我真的觉得还是有问号 是不过在下车之后 这个打人却是事实 那么现在当然呢 做错的事情就必须要负责 等一下回来我们继续来看一看 那这次呢 其实这个有记龙辉 昨天呢显得是悔意十足 甚至还跪地道歉 我们休息会进广告 马上回来讨论 感谢观看